詞曲 李宗盛 真愛過 才執著 終於放開手 解脫了解脫 當我淚再流 那不完美的我 有你被拔 盡持你散破 唱到哪裡 好 謝謝 好好聽喔 輕唱 抱歉 下雨了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這次其實任務重大 就是當下收到這個邀約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邀約的時候還好 因為沒有壓力啊 那時候要不要做都沒有確定 所以就是先去看看電影嘛 然後 然後看完電影 我們才來討論這樣子 那基本上 很開心在任何邀約 任何工作 我覺得都 都是好事情 就去接觸一下這樣 那剛剛說看完電影是有爆哭是嗎 爆哭 哭慘了 真的哭慘了 呃 對 就是我 我覺得可能是這幾年來 讓我哭最嚴重的一部戲 嗯 點是什麼 想到 不能講啊 講了就破了啊 那但是我覺得有好幾處 因為它裡面就是 對不對 對不對 嗯 男生跟男生的故事 男生跟朋友的故事 男生跟女生的故事 呃 太複雜 複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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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複 太有感覺了 就怎麼講呢 我一看完我基本上 我什麼東西畫面都有 然後旋律基本上 都很傾斜 嗯 風格啊什麼 我都想好 嗯 所以 對啊 對我來說就是 很 不用畫 不用怎麼講呢 太 也不是說不用力啊 就是 怎麼形容呢 自然 就很順 很順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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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為之嗎 也是很努力啊 會吹飛之路 也是很努力啊 怎麼形容 你自己弄 自己弄 那看過程中 你說 就是導演畢甲說 就是彼此有互相 對一些詞曲的意見交流 嗯 那這一段是 過程是怎麼樣 過程就是 其實我一開始寫了 一變歌 就是大概 一個副歌而已吧 嗯 就是詛咒 一個詛咒給導演聽 那就看導演 是不是要這個 啊 方向的 其實我 一開始寫的 可能沒有現在這個版本 這麼暴力一點點 嗯 對對對 這個 唱法更粗獷一點 更 更 更釋放一點點 對 然後 嗯 所以 所以這 對 對 可能 你們這時候看 也看不出什麼關係 反正 就是有關係 就是有關係 就是我們彼此 創作的時候 都有一些 自己想追求的 點 嗯 嗯 好開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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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評價怎麼樣 不用幹嘛評價 就我覺得很好啊 就 就是 兩位巨星 兩個 這麼 這麼棒的 那個 演員 唱 我的歌 我很開心啊 因為剛剛有講到 其實是 錄音過後 剛剛是第一次首唱 感覺又剛好看到兩位 感覺超陌生的 很陌生 超不會唱的 超不會唱的 我啦 對啊 通常都是這樣 因為 寫歌的時候是一回事 然後 落詞的時候 錄音的時候 那個是 就是 幾個小時的事情 完了之後就是 沒有 不會再去唱它 除非你要表演的時候 會覺得特別練習 對 對 那剛剛趙哥其實有一直 就是說書好 有點無音不全 你會覺得有嗎 我覺得還好 人是不是太好 沒有 我覺得不會啦 那小樂呢 小樂 還不錯啊 還不錯 就是有他的風格 嗯 那剛在錄的時候 會想要改歌詞啊 呃 一開始 導演的歌詞 非常的 具體 就是在描述 劇情 那 我 我覺得沒有不好 但是我跟導演說 呃 就是太具體 我希望它是一個流行歌 它可能是可以代表 沒有看過電影的人 也可以有感觸的 但本來的歌詞 可能是 你必須要看電影才get到 所以 就是這個落差而已 都很好 可是最後調整得變成更 更 更 更流行一點 就是 沒有看電影 你也可以 懂 的意思 這樣子 那也有看過去嗎 不會啊 我完全理解我的 我的訴求 因為 電影主題曲是主題曲 它一定還是matched 但是 但是看完電影之後 或者是 結束之後 或幾年過後 它是要在市面上流傳的 它還是要有一定的普及度啊 嗯 那像最近推單曲 今年有沒有機會 聽到你的 本頁專輯啊 專輯嗎 今天 我 會啊 真的嗎 會吧 對啊 因為我一直在做啊 我歌沒有聽啊 我一直在寫 就有在發行嘛 就單曲單曲 對 那專輯的話也 就單曲錯滿了 就發了 很快 我一直都在慢慢發 你看今天又發了 今天發這一首歌 前 前 去年我就發了 兩首吧 去年底耶 十二月發了兩首 你不知道吧 我知道 好 哈哈哈哈 那剛剛導演 其實VCR有說 就跟你邀約之後 如果他做音樂劇 邀請你當男主角 你自己 講到我心裡 很緊張嗎 不是不是 就是 就是 我沒有想到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 對 我就會 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的事情 會比較緊張 阿姨良他這次也是有 就是當女主角 你會想說 這次電影 什麼事情的女主角 他是電影的主角 喔 哇 哇 棒 對 你會想說 我 我演過幾部主角 你可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喔 還有嗎 還有嗎 那像是那個阿 因為最近過年 有覺得明顯工作 比較忙一下 畢竟還有餐廳 有飲料 會不會忙不過來 最近 我不是就過來 我在這兒阿 所以還好 你會不會有新的 比如說主持的阿 或是新的節目嗎 等等的 真的喔 主持的沒有打算 喔 為什麼 排斥 為什麼 我沒有辦法 喔 我做不了 你太忙了吧 不是 我沒有天分 你不要這樣 別這樣說 真的真的 這不是我的活 那這次還有就是消防車 就是當成YouTuber阿 會不會覺得搭傘 是一個困難的地方 是 困難 極度困難 害羞 然後 對 對啊 這之後就是推出 這一季之後 它會有別的 就不一樣的一個呈現嗎 呃 也許節目型態會改變 那對 但是消防車系列可能就會 呃 就是一個 就像你說一季這樣子 那 看大家覺得怎麼樣 如果很喜歡 很期待的話 那我們就下次再 再 再做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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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